哈喽大家好 这里是秀奇表 欢迎又回来我的频道 我是白小布 那今天呢 咱们就一起来长长眼啊 看看这个公价70万人民币 而且还看不清时间的这个手表究竟长成什么样子 那70万什么概念呢 我觉得好像是咱们中国二线城市一套房吧 应该 一套房子在这手上 那感觉应该很不错啊 那咱们就先说说这块手表的品牌啊 那这只手表呢 隶属于Square Big Bang Unico 是宇博在2022年最新推出的一个系列 并且与九桶型的这个Spirit Big Bang 一并呢 放在了Shape这个系列里面 那这也是宇博第一次发行方形万表 那先来看看万表本身的数据 官方的尺寸呢 给的是42毫米啊 请注意一下啊 实际上的尺寸会比给的这个尺寸大很多 那42毫米呢 仅限于外面这个正方形的这个这个尺寸 那加上左右所有部件的尺寸呢 我大致量了一下啊 至少有48毫米 那这一点呢 请表友们啊 务必注意 不要紧看尺寸没有试带过就直接下单 厚度上呢 也很扎裂啊 初步测量呢 至少有16毫米厚 所以呢 这也算是一块庞然大物了 那目前这个系列呢 可以提供的材料 包括啊 18K金 钛合金 陶瓷 以及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个 价值70万的 蓝宝石水晶表壳 那这支表的布局 有点难以分辨啊 所以呢 咱们就换一种其他材料的 先看一下这个表盘 现在看到这款呢 价格相对好很多啊 也不限量 那钛合金表壳 那澳洲工价呢 是36300澳币 约合人民币是17万5000 这款呢 跟蓝宝石水晶限量版本的 内外结构是一样的 那表盘呢 采用镂空射击 但是我不知道这个算不算是镂空啊 我觉得跟Richard Mill这种镂空相比呢 这款呢 最多就算是没有脸皮啊 那表盘左右两侧呢 各分布着秒针盘 和60分钟的计时盘 计时盘的最右侧是日历 手表右侧上下 设有即时码表的启停和归零按键 方形表圈上 像有6颗H形钛金属的螺丝 那细看螺丝的方位呢 都与大爆炸系列 以及经典融合系列维持一致 那表款配置品牌专利的one click 单件表带快拆装置 配戴者呢 可以轻松的完成替换表带的动作 那视频里这只呢 无色透明款版本呢 诞生于2023年 是最新版的限量版本啊 一共是250支 而且为了保持风格一致呢 表带也打造成了这个透明胶带的风格 翻到背面啊 几乎是全裸啊 雨波自产的这个HUB1280 非反即时即新 能看的都让你看见了啊 72小时的洞储 外加50米的防水 那最后呢 来说说我自己对这只手表的感受啊 那这块手表工价是143000澳币 在中国的工价呢 是69万人民币 那面对70万的手表呢 我也会毫不羞涩的说啊 我只是路过拿起来看看啊 那虽然说雨波的折扣力度一直都很顶啊 但是对于我这种收入微博呢 只能是说一声打扰了 我相信买这种表的人啊 基本上也不是为了看时间 那其他版本呢 还好 就这个透明的 你告诉我怎么看时间呢 带着他出去啊 我都怕耽误我的面试时间 那日期功能基本上呢 也出于不可见状态啊 所以这款雨波啊 我我个人觉得啊 有就是天价鸡肋 那蓝宝石水晶价格不贵 那unico机器呢 其实价格也还好 那胶皮表带呢 价格就更不贵了 但是这个LVMH集团呢 就把它传吧传吧 就要卖70万 那必须得说好勇敢啊 那在消费降级的今天 还是逆流而上 OK 那今天呢 就跟大家随便看一看啊 就到这里了 还是老样子啊 喜欢我视频的朋友 麻烦您帮我点个赞 可以的话呢 多多点点关注啊 点点关注 谢谢大家 这里是虚油气表 我是布兰小布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